多管火箭系统等武器 提升乌军应对空战能力 而现在就连一般民众 也可以透过募资平台 替乌克兰尽一份心力 乌克兰总统泽瑞斯基 5号在社群媒体上 公布募资平台United24正式上线 民众可以从防御与排雷 医疗援助和重建乌克兰 三个选项中进行资金捐助 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从世界各地援助乌克兰 三菱新闻先天好报导 炮火声融融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 西北方的城镇莫斯村 战争初期遭受俄罗斯猛攻 跟俄国军队只隔着一条伊尔平河 却能成功击退俄军 甚至能够成功锁定俄军黑海舰队旗舰 俄乌战争开打超过两个月 俄军折损大量士兵军官 原因可能是这个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乌克兰在战事中能够锁定目标 并击杀至少12名俄军将领 就是因为美国提供的俄军情报 美国纽约和其他国家兼职 让俄军人在基督区的资金 也让俄军人阻止俄军 我觉得整个事情从国民党立法院 党团立法委员他们去质疑这个高登环球 到底据不据这个资格 我觉得这个案子本来就是 在政府进行任何劳务采购 任何采购标案之前 很多的这个事情 当被民意机关知道了 去监督它 然后去质疑它 这都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那至于要不要去监察院去 以终于你的资格 你